如果说视频没有收益了 你还会继续旅行吗 这是这几年在路上经常会收到的一个质疑 那做旅行呢 也有六年时间了 今天很认真的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知道就是从8月份开始 中视频计划已经取消了 升级为了创作者计划 那从更新以后呢 我的视频收益也是一落千丈 现在仅仅是原来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以前如果说有一百块钱 现在只有十块钱 甚至几块钱 就低到已经不能再低了 谁说我是旅行博主呢 不如说我是一个生活记录者 就在这六年的时间里 我仅仅是以自己生活记录为主在拍摄 而不是说像很多作者可能就说 为了更新而去寻找一些什么素材 我大部分都是自己今天做了什么 而拍摄什么 遇到什么而拍摄什么 虽然说我的视频质量都不是很高 但是我一直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就从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就是想记录自己的生活 留下来以后老了 可以看可以回忆 所以这些年呢 基本上就是遇到什么拍什么 我始终记得那一句话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但现在抖音好像已经忘了他的初衷了 升级为创作者 要求一些更高质量的作者入住 可能像我们这样的记录型的 慢慢的中间被淘汰 现在的视频收益呢 是完全不能养活 我在路上的旅行费用呢 但是我会放弃吗 不会 就算以后视频完全没有收益了 我也不会放弃 因为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就在21年 当时疫情风控比较严重的时候 给自己定下了 要点亮中国地图这个目标 我这几年 不管换什么出行方式 就是摩托车也好 床车房车都好 但我的大目标一直是没有变的 就始终在保持着点亮中国的地图 所以我的初心其实从来没有变过 我会直至把中国地图全部点亮完了 再去计划下一件事情 下一个目标任务 这是我的一个缺点吧 就是太过于执着 但我也觉得它是一个优点 所以哪怕视频没有任何收益了 我也一定会坚持努力的去完成自己心中的目标 不完成 绝不做下一个目标 那最近家里面的事情呢 也全部忙完了 牵挂也少了一些 这次出去呢 可能就会等到把地图全部点亮 才会回家了 后天呢 我会直飞新疆 继续我未完成的魔旅 那在这里呢 也非常感谢那些对我不离不弃 一直鼓励和支持的朋友们 那个打不死的小钱 我又回来了 好吧 那我们就陆上见